一人陈美鳳跟David这十一年来给外界的印象总是女尊男卑 两个人一起出席活动的时候David总是默默的坐在一边 发言权也都在陈美鳳身上 现在能更传出David是在美国开计程车的 一家人都是靠着陈美鳳的精元 一人陈美鳳和男友David去年七月一起出席婚礼 只见他默默坐在陈美鳳身边 全场焦点都在女方身上 其实两人交往以来给外界的形象似乎都是女尊男卑 外传陈美鳳一直就是David的金钱来源 不只照顾David一家无为不至 连开公司也都是陈美鳳拿钱出来 但对此David的表弟刘继君也是一人邝明杰的老公跳出来说话 他表示陈美鳳买3000万房子给David一家人住 是为了资产分配才在美国买 因为房子买了不能空着 才会贴心请婆婆等人入住 至于外传David在纽约开继承车 刘继君也澄清David是投资继承车行 因为司机常请假加上美国牌照柜才干脆自己开 陈美鳳和David感情路走到尽头 分手却传出为钱撕破脸令人唏嘘 追随着的让恨旧安如台北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